善良是什么?善良是心软,无情。善良是真诚,不恶毒。善良是简单,不算计。善良是知足,不贪图。善良是美德,不是谁都有,善良是修行,不说谁都会。善良是一种气魄,善良是一种风度,善良是有福气的前奏,善良是皆好运的凭证。 善良的人,心宽大度,不会为所事斤斤计较,不会和小人一般见识,他们能容别人所不容,不记忆人过,只念人好。善良的人,简单本分,不会勾心动脚算计,不会不择手段祸害,心无疼腐,直爽,老实本分,真诚。 但是善良的人最容易吃亏,被不还好意的人利用,被无情无义的人伤害。 他们得寸进尺的索取,变本加厉的为难,将为别人善良好欺负,以为人家善良就是寒。 善良的人,选择让步,不是因为懦弱无能,而是不想计较,又来纷争。 他们只想平静地化解矛盾,理计地处理问题。 善良的人,选择沉默,不是淡小怕事,而是不想惹事,不想闹事。 他们只想化干戈为玉帛,又沉默平息怒火。 善良,不是投降,而是一种心态,不争,不气,不散计。 善良,不是软弱,而是一种态度,无畏,无惧,也无畏。 善良最难得,善良最可贵,不要把善良的人看成本,请珍惜你身边,你遇见的所有善良的人,不要伤害,不要欺骗,一旦善良的人变狠了,你连求饶的机会也没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iPhone哦。